我們現在開始做這個蜜汁肉排 在超市買回來的肉排的確有很多肉 多於正常的,我們看看,太厚 太厚不重要的,我們不想吃那麼多 我們打算片出來,留下來煲湯,滾湯,什麼都可以 肉就用另一個方法用,想骨頭不要太厚 先片一下 切了之後,肉看起來還是很大 不過你相信煮完之後會很熟的 熟一熟就差不多了 切了兩條豬肉出來,留下來煲湯,滾湯,什麼都可以 豬肉就用水牛油沖泡一下 現在在凍水下鍋 加了水,先給它飛一下水 加少許薑 放一點豬肉的酥味,可以加少許 飲成 現在是開著煲的,由凍水下鍋 讓它逼出裡面的血水 一會兒會再烤一會兒 煮了一會兒後, 煮了一會兒 我們拿去洗一洗, 備用 剛才我們切出來的肉, 多了的切片 或者切粒, 也可以用來煲湯 我爸爸以前經常有一份肉醃好 因為他做開餐館 他會把肉切好之後, 醃好後就放在雪櫃 塞進去炒菜, 他就會把肉片醃好 但有時候放久了, 老人家就不記得了 不知醃了多久, 因為醃了肉, 其實你不盡量用 他會很快壞 他就只是放在雪櫃, 不是冰箱 有時候煮出來, 煮得很心機 煮完之後, 一吃的時候, 老爸, 肉壞了 他才知道 所以有時候, 他用慣了酒樓的形式去做 就變成有時候, 住家就不太適 但我們呢, 我通常就不熱不成 就等它冰回去, 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今天做的蜜汁肉排, 材料很簡單 就是要冰糖, 生抽, 蒜頭 那魚露呢, 油也可以, 油也可以, 油也可以 要不要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煮還是煮, 滾水 加少許油, 鍋就燒熱了, 不用太熱了 因為我們現在呢, 就是煮熔的冰糖 冰糖大約, 最好要碎的, 如果不碎就要碎 那就容易煮熔一點 大概100克左右 哇, 都挺多 是啊 因為那些肉 又慢慢炒溶去 糖呢, 你可以加少許水 少許就好了 那就會溶得快一點 好 糖溶的時候, 開始就要 到上下, 要轉回慢火了 要不然, 它溶了, 一焦了, 就會有苦味了 所以, 跟著它變了色 煮到它, 現在差不多溶了 變了, 變了這個 有少許糖膠 我們就可以放些肉排 是不用熱的 我最主要就是, 糖呢 就是要封住肉的面 就是要封住肉的面 然後, 要把肉的面子 它很容易煎 因為我那些肉排 就比較大塊 所以就用心煎一下 如果你不太厚肚肉 或者量度一些肉排 就要用糖封住了 放在面上 有少許焦黃色的 就可以煎到這樣 加點水 現在我調大火 蓋上一半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比較簡單容易的做法 我們就放生抽 下三湯匙 蒜頭 你喜歡多一點 少一點都可以 隨便 我就放這裡大概 至於魚露 你放不放也可以 不過我就放一茶匙 材料就是這樣 我們就攪拌 攪拌一攪拌 鋪平 等水滾起後 就蓋蓋 因為我這個肉比較厚 如果普通不是太厚的肉 煮三十分鐘就可以了 不過待會你可以再 用筷子刺一下再試一下 現在水滾了 蓋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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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一個中火 就燜三十分鐘 先試一下 我現在煮了二十五分鐘 二十五分鐘 把肉排翻一翻轉 因為這個肉排真的太厚 可以買一些薄一點的骨 也可以的 好 現在我們現在看到有這麼多水 我們就開大火 全程開大火 就煮到它十五分鐘 等它一會收乾些汁就可以了 在現在收緊汁的期間 我們發覺好像太大塊 了動的時候比較麻煩 那好像Lowfuel 上次買 反而一些便宜的 或者我們再薄一點 薄一點的肉 在背部的位置 不要留那麼多肉 因為它太厚了 變成撩動 就相當困難 熟它也會熟 但是撩來撩去 就沒那麼容易了 現在這個我要煮到四十五分鐘 如果薄一點的話 三十分鐘就可以了 我全程開大火 來收乾些汁 就可以完成了 現在我們是不斷地攪 因為要用大火 來把它收乾些汁 手又不能停 一停的話 因為有重糖分 我們就會焦底了 所以就要不定攪 不定攪 大小小的肌肉 很厲害了很多 大家看到 拿出來的汁都不多 因為多數汁都在一個鍋裡 其實是屬於油 大家看到它的色水 都挺漂亮的 因為看你想吃 如何吃法 如果你的家人 如果大家喜歡 辣椒一點 就這樣拿來咬 我們現在就嘗試 拿一塊出來 用刀叉來吃 看見呢 因為骨頭也縮了 肉那裡是相當厚的 原本也切一點 嘗試它的味道 通常這些肉 近骨頭那邊 是比較 汁一點的 那我現在這個 吃牛的面 也要吃進去 嘗試試 嘗試 味道很足 很足夠 粗糙一點 因為這隻肉排 不是那麼漂亮 我們應該是買薄一點 新的那隻 那我現在一邊試 試到進去 即是近肉身 如果你買到薄一點的肉排 可能會出現 是這樣的情況 你厚身的 就會有多些 在這裏的肉 我預計 離開了骨頭 就會因為少了肥膏 就會粗糙一點 那我現在試試貼身一點 去到骨邊 那是怎樣 一到 去到 骨邊那裏 就很多 嗯 嗯 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 買骨 就不要貪厚身背脊 多肉 或者漏口多肉那些 用不同做法 你會比較燜它 高眼膏壓它 就好些 因為現在用煎的方法 近骨就真的好吃 但是它做的方法 就真的很簡單 而且 因為可能 這個太厚肉 時間長了 如果是 盡量薄一點的肉 就更加好 你見到它做法 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 你淋在收乾汁就可以了 好像這些 黏住骨的位置 其實是很軟的 上次做薄一點的骨 就真的很好吃 又簡單易做 OK 不要緊 大家就知道 買肉 如果厚身的 應該留下來高壓鍋 其他 例如 蚊 等等 但我們只要煎熟它 肉越薄身 就越能夠吃得到 軟的部分 其實我們就有鏡頭一磚 就吃完飯了 我只吃了一條骨 我告訴大家 我們剪開了 背後 抹出來的肉 之後 其實如果一條骨 是這樣的狀態 即現在太貼了 如果 厚一點肉 就不像剛才那塊 厚得這麼誇張的話 其實味道就很好 你見到前面有很多 汁 很蜜汁 很多汁 因為它很濃稠的 它剛剛黏住了整塊骨 這個位置其實很好吃 所以記得大家買肉 不要貪它厚背脊 背肌厚 我們大概要多一隻手指 這麼厚的肉 在這裏扔著 就完美了 還有煮的時間 又不用太久 就會很好吃 用來煮蜜汁雞翼 也是這樣煮的 雞翼更加快 10分鐘左右 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一塊 好 現在這個位置 用手拿出來抹 就很好吃 是啊 很好吃的 這些又不會太熱氣 又有汁 OK